一手接一手跟着老师跳起舞来 节奏跟得上 动作也到位 这群长者平均年龄有85岁 等了60天 终于可以再好好活动活动筋骨 一直想说赶快开扣 不会在家那么无聊 有伴好像什么都看得开 以前在家都胡思乱想 现在都不会了 真的很好 回到熟悉的场景 老同学们再相见 分外想念 不可以来两个多月了 要想啊 比较有办 步入公共场域 要先做到症状防堵 额温量测 手部消毒 并要实名登记 长辈还多一道凉血压服务 环境清洁消毒 两小时就要重复一次 40名长辈的社交距离 仍要保持1到1.5公尺 或戴口罩防护 来据点上课的长辈 或是说来参访的家属 都要实名的登记 这个都是一视同仁的 长辈很喜欢的是老人家的共餐 因为防疫的关系 我们也请长辈 先把便当提回家吃 除了长者的活动中心 各区社福中心 公共场馆及育儿资源中心 也同步开放 尽管疫情趋缓 基础防疫SOP 仍要严格把关 大新闻 吴亦轩 萧红树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